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坦白 我现在不是很喜欢我这份工作的模式 那为什么呢 我现在会跟你们讲解咯 和我走上眼光路 走自己不喜欢 会遇到什么事情 今天这部影片我会以我分享故事的角度 去跟大家做这部影片 那希望大家听了能够有一些启发 或者是进入大学之前 可以做一个参考 或者是受到一点提搏 在中学毕业后 考完SBA过后啊 我跟大家一样开始在烦恼 嘿 我要读什么大学 我要做什么工 对不对 那其实我毕业后也是有想过做很多东西的 我有想过要做厨师 因为我喜欢做东西吃东西 那我觉得能做一首好菜 不管你是做什么 就算你做炒果条 哎 做鸡饭 煮炒 你看要多料你都可以做 那有意气之常在身 就是不怕没有工作做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煮东西之中 你可以去素晨班 培训班 或者是找师傅跟哲学 你就可以慢慢考虑经验累积起来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先暂时放最lowest的priority 那我有想过要做演艺圈 或者是多媒体的 我演艺圈唱歌 我觉得我的音色其实也没有很好啊 一般一般不会太差 每看我的音速 我的音速就觉得不好听 不懂是我自己发觉到还什么了 就没有信心 那那时候呢 我的还没有减肥之前的我 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是蛮胖的 那长得也皮肤也不好 没有信心 觉得自己也是要给人家笑 那多媒体 我自从学以来 我开始接触电脑剪辑影片 或者是剪辑一些音频啊 MV3 呢 Mix Audio 我对这个其实是蛮多兴趣的 剪影片就这样拍摄 但是我又自己没有信心 我觉得 如果我帮人家弄婚纱电影 哎呦 这个是人家一生一次的东西 我好像拍不出这样这么神奇的照片 这么深色的一面 我怕我自己高杂对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拍摄这方面 我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在剪辑影片这边呢 我也没有去多想 不是没有多想 有考虑着啦 所以呢 当我领到我的成绩的时候 我SBM 我考10个 我拿9个A 拍摄不错的成绩 当时候我就听到了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来自中国一间分校 我来在马来西亚 没错 有附近的空气都很好啊 有花有潮流速 然后范围都很大 器材都很新 设备都很好 那我就看了他的课程 有一个叫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那这个Digital Media Technology呢 那时候跟我讲解就是 有一点类似媒体的东西 就是有点设计的 那我就觉得之前我想要拍影片这些啊 可是我没有信心嘛 我就可以在YouTube这方面 靠着一个独立的平台 自己慢慢靠生活 累积经验 慢慢学哦 然后 设计啊 诶 又可以有设计啊 我又可以学习一季之餐 可以做一个backup plan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课其实蛮不错的哦 可以学习设计啊 运营这些 又有电脑的东西 2-in-1 好像很适合我 可是我并没有真正去了解 问到底就是打破砂口的 有没有问到超超超超清楚这个领受 你觉得我现在想回去 我相望太早 我也是不是很清楚啦 我就这样 就选择了这个厦门大学 因为那时候厦门大学只 offer foundation 他没有diploma 所以我是读一年 foundation 然后才上开了第一个月这样子的 我是照着这样的大算 所以在 foundation的时候 你还可以在那边想 我未来慢慢看啦 让我在这一年 再慢慢想看 我未来想要做什么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你要一开始就清楚 你未来要做什么 而不是在那边嗨 满费时间咯 你越嗨 你越拖延 你越不清楚 那样以后你出去 你的出路啊 你就比别人晚了一步 懂不懂 就像我在厦门大学开始了 我的 foundation in science 打算计识的时候读它的 那个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但是呢 厦门大学的 foundation 对我来说可能是难 或者是它的制度高 或者是我自己不过努力 我的 scholarship 免得不到那么高 我本来想要争取 至少75%免费 scholarship 但是我只拿到了25% 那从厦门大学 它一年都要20多钱 它的领域是4年 读到来差不多要10钱这样子 觉得蛮负担的 更何况它那时候还很信心到 连那个 PTPTN 还不能申请 我就觉得 哇 如果我读这么多 我每一年要得到那么多的学费 我这样也负担 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啦 所以我就看好了 有没有其他学校可以读喔 我就了解到了 TARUC 刚好也是有朋友在 TARUC 我就去下面看看 了解一下 觉得其实蛮不错的 TARUC 那我就打算找去猜游戏喔 因为那边也是有 TARUC的 PTPTN 学费也是蛮适合的啦 就这样我去了 TARUC的Open Day 给我去看那边 还给我介绍介绍介绍 就在这个时候 我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在厦门大学读 Foundation and Science 这时候问题来了 我去到猜游戏 我的脑袋两个方向 一个是设计咯 一个是电脑咯 可是电脑那边没有想太多 多数还是那种拍照拍照啊 剪辑影片的 我比较想做这种东西 类似这样的科目呢 只有大众传播吧 Broadcasting 还有Multipedia这些 才有这种科目 但是呢 我在厦门大学读的是 Foundation and Science 这些在开游戏的 多媒体拍摄的东西 它们是属于Foundation in Art 是属于Untrack的 那我不能自己读那个 我还要重新读过Foundation in Art 或者是重新读它的Diploma 才上领域 那时候我就思考 哎呦 我在厦门大学读了一年耶 如果又要给钱读过 又要浪费一年时间 又要浪费钱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等人自己又 新生不定还是什么 有没有很正确的信心 坚持我想要做的东西 所以我又有那种心态 好吧 我读Computer Science 可以接受一个挑战 作为一个backup plan 蛮不错的 然后剪辑影片拍摄 好咯 我就当做YouTube是我平台了 我就是因为这样想 然后就抱着以那种 试试我可以扰的心态 学习多一份技能的心态 丢了这个Sophage Engineering 另外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是从外面的大学转过来 然后你想要在 太游戏拿Solicy 其实好像是不能的 你只能读它的Foundation 或者Diploma 拿到好成绩 就这样我在太游戏开始了 我的学习生涯 在第一年里面 我觉得过得还好蛮轻松的 因为第一年 我还可以拿到电力上 就是成绩不错的一个奖状 然后还可以觉得蛮轻松 出去玩玩这样子 成家课的活动 我还可以安排得很好 但是渐渐了到第二年 我的成绩又开始下滑了 因为第二年跟第一年的 学习的那个范围 差距也蛮大的 你想想看 你读一年Foundation 人家读两年Diploma 人家读两年Diploma Skip year one 去到degree year two 你读Foundation 你读Foundation是高速的 那你在degree year one 学的东西 前前白白 前前白白没有用 不是没有用 就是很 Breathe Georie 那你读Foundation 那你读到月二度的时候 你要跟上别人的精度 你要跟上精度 所以它们会挤很多东西 或者是你会得到很多东西 所以就月二度时候 遇到的这个瓶颈 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明白 加上我那个刻苦耐劳的精神 到这可以试试的精神 多学习一个技能的精神 慢慢的消灭了 慢慢的磨灭了 没有那么勤劳了 那我的成绩也是 慢慢的下滑 至少还是免得到三天多啦 直到到了第三年 我基本上可以讲是 没有Motivation的啦 因为其实我都没有 Maintain学习的学习 我也觉得BDBD 那我其实自然而然的 我自己就变得懒惰了一些 因为我都不用 我记住什么东西啊 那第三年呢 我越读越南 更何况我读着我自己 不是很有兴趣的东西 自然的会觉得很痛苦啊 所以呢 这一年 我的目标只是 Pass就好了 我真的只是放Pass就好了 因为我没有多想 我已经开始 重新订位我以后的中路 所以我开始在Pass 有想做其他的工作之类的 慢慢的想看 还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发展 那么YouTube呢 也算是我其中一个广告啦 但是我也是没有很努力 也没有很focus 因为我还是要做 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我的大学还是要完成 因为我不可能半途而废 花了家里那么多钱 我一定在家里 扛谁 那慢慢玩 一定骂死我 三个X都好过生理 所以 当我现在到了Internship的时候 我到了一间公司 做他的实习生 那自然而然的 前面是学习的 后面可能会介绍他公司的project 虽然讲我不喜欢我现在的科目 可是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子 而不负责任 我在我学校这方面 我的实习这方面 我也是要一起做好 给人家一个交代啊 这是做的最基本理 所以 我现在真的是 很辛苦很辛苦 我觉得很辛苦 可是也没有很辛苦 公司早上九点下班 六点下班 那么你要一起去上班 然后上班过后又要回到家 那前后可能半小时半小时 那我除了现在是一名学生 我也是一名体重管理教练 我有帮助人家正中间中的 我有学员 我要帮助他们上营养课 我要帮助他们回答问题 解救问题 所以在此时候呢 我也是要抽出可能一天 多少时间 使这个回复信息 或者是干嘛讲课 我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哦 我只能在上班前 或者在下班后 那除此之外 我有女朋友 那他在KL 他其实也是蛮常来找我的 那我也是应该这么多 花时间陪陪他 对不对 那他来找我 我也想陪陪他 我们两个人相处的事情 也是需要时间 相对来说 我做YouTube 可能剪影片啊 拍影片 像这样子 也是需要花时间 花经历想讲拍啊 什么体制 什么内容啊 还有其他 大大小小家里的事情啊 公司啊 什么那些杂杂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的时间 蛮有限的 很有限啊 很辛苦 很累 所以我才会想跟大家说 你们千万千万 不要抱着试试看 别人讲这个有前途啊 很好啊 做这个一定赚大钱 那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充进的话 你会获得越来越少不紧张的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 选择你们自己 有兴趣 喜欢做的东西 才来做决定 高度你们想要读的东西 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已经决定 我未来人的话 我是不想走电脑行业这一边 因为我每天对着电脑 我不喜欢我眼睛很不干 我眼睛很不舒服 我的肚囊感觉越做越带力 我相对也是一个 比较喜欢运动 outdoor活动的人 可是我要翻身 觉得有机会吗 有 机会一定是有的 只是呢 你要付出代价哦 代价是什么 时间 精力 金钱 这些哦 你要跟时间赛跑 人家在睡觉的时候 你要拍影片 人家在休息 打给你的时候 你下次要想赚钱 你在做这间吃东西 这些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一些代价 我不是在那边 讲多惨多惨啊 所以最后到来 我还是想给大家 千万千万要选择 自己喜欢 跟想要做的事情 坚持自己 对自己有信心一点 不要听别人讲 什么好事去做 相信你自己 摸一摸你内心 我老也录在刚没有电 所以 希望我的影片 能启发到你 让你自己思考一下 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是你对的 是不是对你有意义的 是不是你能生存下去的 我不要来问我 读什么好 读什么好啊 这东西要问你自己 不要直接批评 我问那些奇怪怪的问题 我说我真是 不回又不对 回来又很险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尝试谷歌一下 谷歌 谷歌真的找不到了 想要问我才来问我 但是你人家在跟我讲话 你来给人玩 如果你漂亮 你帅的话 我会给你回复 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帮到你 然后你觉得可以启发更多人的话 可以分享给他们看 带你朋友 讲 读什么 什么什么喜欢什么 给他们看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继续留守我的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频道 未来 如果有什么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会再继续分享 至于它游戏系列的 我也是 有能力的话 我会继续拍下去 现在其实是很晚了 点半了 我还在想着 有不要剩影片 See you next time Bye